什么?TikTok终于可以赚钱了 给你们看下我TikTok的收入 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现在的收入啦 哈喽大家好 我是P图 会调色还会剪片的大会成 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们 你们都知道 在TikTok赚钱 魔法猛啦 哪里可能 对 在之前的影片 我的确说过 TikTok是不能赚钱的 可是在2022年 TikTok有新的更新了 就是现在 你可以开通你TikTok Page的盈利了 当你们听到这个消息 是不是很开心 哇 TikTok终于可以赚钱了 我Post的视频 终于有钱了 终于等到今天了 我随便发我费费的视频 都可以赚钱 有吗? 有 一定有 可是是看那高拉是大只的 还是小只的 好了好了 废话不多说 现在我就马上分享给你 TikTok到底是如何赚钱的 不懂你们有没有发现 当你们看直播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人送花 有人送眼镜 有人送帽子 等等等等等等 现在你不需要开直播 只要你发一发视频 你的粉丝可以直接送礼物给你 那个视频哦 怎么说呢 就是有时候 当你画到一个视频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comment那一边 有一个小小的礼物 那个就是打赏的键了 你按一按下去 你就可以发一些礼物 给你喜欢的博主了 刷多或者刷少 由你自己决定 这个打赏的东西 其实在国外已经很流行了 也有满一段时间了 因为我看到别人的视频 为什么他的视频可以给礼物的 可是我的就不能了 我就很奇怪我想了很久 我研究了一下 看一看 我的account开不到 所以我就没有去理它了 可是直到现在 不是现在了 其实这个视频有一点迟了 应该是上两个星期这样 TikTok Malaysia 终于有这个功能了 Malaysia罢了啊 其他的国家就不知道了 新加坡 台湾这些我就不怎么确定了 Malaysia的TikTok呢 终于可以让一些博主打开这个功能了 所以小小的礼物呢 可以给博主一个动力去拍更多的视频 因为你知道 其实做视频不容易了 做视频就没有钱 你看我现在的view 又没有view哦 小冒两三个 要view都难了 不要讲赚钱了对吗 好了 你知道了 有打赏这个功能 现在我就要跟你说一下 需要什么条件 你才可以打开这个打赏的功能 好了 现在我就和你说一下 在TikTok打开这个打赏功能的 必要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18岁以上 除了韩国需要19岁 日本需要20岁 你才可以打开这个打赏功能哦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我也不知道 其实他们要18岁以上 是为了防止18岁以下的用户 错误的使用TikTok TikTok其实之前惹上很多官司 是关于那些坏人去exploit这些小孩子 其实是很不应该的 我也不要去深入了解这个主题 因为今天这个视频主题不是这一个 好了 第二个条件 就是你的账号的年龄需要30天 不是你的年龄啊 是你的账号的年龄 就是你第一天你开了TikTok 30天过后 你才可以正式打开这个打赏的功能 而且你还要在这30天里面 你有发过视频 就是证明你是一个活跃的用户 你才可以打开这个功能哦 所以简单的来说一句 你的账号一定要活跃 最少最少就是在一个月内 都要处于一个活跃的状态 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子来看第一和第二个条件 都不是很难是吗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就是礼物打赏 这个功能要在你的国家有 你才可以打开 就好像我刚刚开始有提到 我看到别人的视频里面 有那个礼物打赏 我却在我自己的 profile里面看不到 那个我看到的创作者 他在的国家 已经有这个功能了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功能 可是我们自己的账号 我们就不可以打开这个功能 因为TikTok他还没在我们的国家 给我们的一群用户去打开这个功能 所以第三个条件 不是你的控制范围之内 如果你的国家没有的话 就好像我那样 你也不能做什么 可是现在我们有了 第四个条件 这个就是你的控制范围之内了 你的账号一定要健康 怎么说是健康的账号呢 就是你要遵守TikTok的使用条约 在这里我就不会一一跟你解释 到底TikTok的使用条约是什么 什么你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因为在上几个视频 我有说到你应该做什么来涨粉 有一些用户为了达到某一种目的 就好像你要多一点观看 多一点点赞 多一点追踪 这样子 他们会用一些不震荡的手法 去达到他们要的目的 这个是不应该的 如果你要学习如何涨粉 或者如何有油量的话 你可以看我这些视频 因为我做了这么多视频 都是免费的 你去看一看 如果你觉得喜欢的话 你给个like我 就是那么简单 你给个like我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所以你一定要遵守TikTok的使用条约 千万千万不要违反 第5个条件 就是你的粉丝要达到100k以上 哇 要达到10万粉丝就是100k 我才可以打开这个打伤功能啊 有一点难耶 100k 怎样达到哦 这样子才算了 诶 你这样想就错了 因为如果你是很认真的去应用你的TikTok的话 达到100k 虽然不会很容易 可是如果你真的用心去做的话 我相信你们一定也可以做到 因为我都可以做到啊 你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对吗 OK 我们不要讲100k先 我们讲10k先 如果你要得到你第一个10k 你就应该看我这个视频了 我会一步一步教你如何涨粉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经历哦 无私心分享 有错的话 在留言下面打几个字给我 来打我的脸 也不错嘛是吗 哈哈哈 好了 这就是在TikTok打开打伤功能的五个条件了 说完这五个条件 我们轻轻的讨论一下什么视频不能收打伤 第一种视频就是合拍 合拍的视频不能收打伤 不要问我为什么 这个是我从他们的官网看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之合拍的视频不能开打伤 第二个就是广告 比如说你帮一个品牌打广告 有收他们的logo产品 你就不能在那一个视频那边开打伤 这个功能了 因为你都已经是帮别人打广告了 所以是不能的 或者是你的 caption里面有写着 sponsor 或是 ads 等等之类的资源 你的视频就不能开启打伤这个功能了 还有违反TikTok使用条约的视频 都通通一律不能打开打伤的这个功能 你就不可以收到你的粉丝 给你的一些要求的礼物了 什么样的视频是违反了TikTok使用条约 嗯 这个话题你有兴趣知道吗 记得留言下面给我知道哦 如果你想要在你的视频打开打伤这个功能 你就不要做以上我想的三种视频了 好了说了那么多 现在我要说吧 收下你 如何打开打伤这个功能了 打开TikTok 然后你按上面这三个横 然后你就去这个 Creator Tool 这边 按一按下 Vonetization 它就有一个GIF 然后在这一边 然后这个Video GIF 你就把它打开就行了 就是那么简单 有五秒嘛 好像都没有啊 都少过五秒啊 就可以打开这个功能了 就是这样子嘛了 你一按打开 就打开了 就是那么简单 我们再来多一次 可能我太快了 所以现在就按去我们的Profile 这个就是我的Profile 我们就在这上面这边 按这三个横 然后我们就在 Creator Tool 这边 按一按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GIF这个东西了 我们再按一按下 我们看到Video GIF 就行了 就是那么简单 这个就是如何在TikTok赚钱啊 还不赶快去看一看你的Account 可不可以打开这个功能 好了说了那么多 我自己也觉得 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啊 说到我好像很多收入这样子嘛 你有1.9M粉丝哦 你的收入一定很多的 你不要假假啦 真的是羡慕你哦 有这样多粉丝 你的收入一定可以 不会超过一些YouTuber是吗 OKOKOK 现在我就来给你看一下 我的收入到底有多少 回去我们的手机 看到吗 这个这边 这个就是我在TikTok的收入啦 0.25C 诶不是0.25C啊 是0.25C美金 成是 有一块钱哦 这个就是从TikTok盈利以来 我所得到的收入啦 一块钱你还讲多的话 我都不懂怎样讲 做了那么久才一块马币 Ice Cream不懂买不买到哦 现在Ice Cream到快二了哦 可能连Ice Cream也买不到 其实之前我也说过 我做这些东西其实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赚钱 我的初衷就是我可以用我的姿势 帮助到越多的人就越好 无论是在摄影上的姿势 教你如何玩TikTok 玩剪影 然后教你如何长粉 等等之类的姿势 只要能帮到大家这些姿势 我都很乐意去分享 这个才是我主要想要做的东西 而不是赚钱 可是如果可以有一点的收入 这样子当然是更好啦 所以除了一些摄影 或者TikTok的姿势 我又出了一个 Neldood的调色老人包 帮你意见调出网红照片 有兴趣 你可以到以下连接购买哦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详情的话 你可以去看这个视频 在里面我会很详细的解释 这个调色包到底是如何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